战国时代,赵国名将赵奢有个儿子叫赵阔 他自幼喜爱阅读兵书,还常常和父亲在一起讨论军事知识 赵阔总是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就连赵奢也难不倒他 很多人都认为赵阔很有才能,可是赵奢却认为赵阔是不能担当重任的 公元前259年,秦军出兵攻打赵国,两国在长平对阵 这时赵奢已经去世了,令向如又病重,赵王只得派遣上了年纪的连坡前去应战 一开始赵军连连失利,后来连坡改变了战略,任凭秦军如何挑衅,他都坚守阵地,绝不出战 日子一天天地拖下去,秦军的粮食和武器供应发生了困难 他们觉得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派了很多间谍潜入赵国的都城 四处散布谣言说,秦军最害怕让赵阔做大将 当时赵王正在为连坡在军事上毫无进展而发愁 他听了谣言之后,便想任命赵阔为大将去代替连坡 令向如知道后,就去劝阻赵王说 大王不能只凭赵阔的名气而任用他 赵阔只能背诵他父亲的用兵之书,却不懂得如何根据现实情况去灵活运用 赵王不信令向如的话,以连坡年老利衰为由,命赵阔去接替连坡的职务 赵阔接任之后,神奇得不得了 他生搬印套兵书上的条文 又任意更改连坡原来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新的作战方案 结果使赵军陷入了被动,让秦军所围困 赵军被围困了四十多天,弹尽粮绝 人心大乱 赵阔眼看再待下去就只有饿死 于是带领赵军突围 结果他被秦军乱箭射死 四十万赵军也全军覆没 故事里的赵阔虽然精通书本上的兵法 却不能将这些兵法和战场上的实际战况相结合起来 结果自己丢了性命不说,还导致了四十万赵军的全军覆没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书本上的知识固然重要 可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和实际生活相结合起来 后来啊,人们把故事中照阔夸夸其谈的用兵之计 概括为只上谈兵这个成语 用来比喻只会空谈理论 而不能结合实际解决问题 再次准备